为了关怀社会弱势 台湾客家美食交流协会 办理客家益厨传幸福 用美味做公益活动 日前来到嘉南康复之家来办理 我们这一次是由 全台湾的客家餐厅 跟餐厅的主厨 饭店的主厨 共同结合起来 来这个南投谱里 然后来到我们嘉南这个地方 来做益厨的活动 然后这次号召了有桃园的 新竹的 台中的 南投的 云林的 彰化的 及我们屏东的 还有我们高雄的 我们一起自同道合来这里做益厨 先元财明轩感谢 台湾客家美食交流协会 善尽社会责任 号召全台客家料理主厨 来进行益主的活动 非常感谢我们客家美食协会 特别来到我们的康复之家 这边来做一个益主 然后准备了500多份的一个 客家美食 来要给我们的这些的住民们 明天是来这边关心 他们在这边生活的环境 还有这边都感觉非常的不错 也要感谢我们的机构 非常的用心 替我们的家属 还有我们政府在照顾 我们这些的居民 希望可以大家来多多关心 我们的康复之家 先元树玉成感谢台湾客家美食 交流协会的三心依据 让嘉南照护体系的长辈 或是精神疾病著名 都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益厨传幸福 用美味做公益活动 来自台湾客家民族 做好料理 我希望大家吃得很高兴 也有客家料理 也有素食料理 真正展现 来关心弱势 辅助弱势 感谢协会的帮助 先元林芳瑜 感谢台湾客家美食交流协会 能够发挥爱心 关怀社会弱势族群 让嘉南体系的长辈 及精神照护之家的院生 都能够享用美味的料理 也感谢他们 能够把他们的爱心 用他们的方式来关注 来关心这些院童 我相信他会 让这些院童 过快乐的一天 在这里再次感谢他们 也欢迎他们 尝尝过来 也可以作为一个 美食料理的交流 副议长派一圈肯定 台湾客家美食交流协会的 三心依据 也希望透过他们的 炮砖引玉 社会大众也能够 共同来关心社会弱势族群 让他们感受到 社会的温暖 记者重为一 普立真采访报道